1月13日 河南村镇银行100多名储户 前往河南许昌追讨存款 河南警察以反恐演练为由 在许昌车站直接拦截这些储户 并将他们送往酒店拘禁 事件指多人受伤 目前储户已全数被遣返 河南村镇银行 还有一千多银联卡及二类卡的储户 至今近700天拿不到存款 生活陷入绝境 储户们长期被严密监控 其中包括手机 私家车均被监控定位 乘坐公共交通就被拦截 被公安和公职人员用高科技监控 被非法限制自由 恐吓和非法拘禁等 他们为了讨回公道 一次次维权 却一次次被镇压 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肖先生 华明向大纪元记者透露 今年1月9日 河南官员安排银行工作人员 以许昌中级法院的名义 推出栽赃污蔑诈骗微信小程序 并通过短信 电话等渠道 威逼利诱冤枉储户参与集资 但是没有公告 没有公章 且法院不承认 小程序和电话归属等事宜 该小程序内容显示 是让储户自认为犯罪 集资 参与人 并且河南政府随时可以修改内容 只在小程序上通报一下 不通知储户 储户部的主张权力 萧先生说 一旦储户认罪 将被归为集资诈骗户 所有账户存款将被划走 河南政府将成功洗劫 大部分储户存款 于是 有一百多名储户 在一月十三日 坐火车去许昌询问情况 有一个女储户 半路心脏病发作下车 其他储户到达许昌时 河南警察 以反恐演练为由 直接在高铁站台上控制了一百多名村镇银行储户 萧先生说 过程中 身穿黑色衣服 佩戴笑脸图案面具的警察 将一名储户台下站台 导致储户腰部受伤 骨折 在许昌医院拍了CT 结果还没出来 就被台上车遣送回家 黑衣人将储户全部扣押 至许昌某酒店拘禁 储户被没收手机 两两分开 分别由四至六名警察看守在酒店房间内 有男警察强行对女储户搜身 女储户不肯 结果被打到流血 后来许昌中及法院袁小刚代工作人员宣读稿子 告知储户如果不登记存款资料 则充公进国库 该书面材料 法院不给储户 在法院人员的威逼利诱下 储户只要自认参与非法集资诈骗 将给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有些储户被殴打 在不堪承受下承认参与了该犯罪行为 这次维权行动 所有参与的储户都已被警察强行遣返 大纪元记者多次致电许昌中及法院 电话都无人接听 2022年4月18日起 和南省多家村镇银行 因资金危机 同时无预警地关闭线上取款和转账渠道 使得储户无法提取存款 这起金融弊案引发储户大规模恐慌和愤怒 并开始维权和抗议活动 他们追讨存款的行动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期间遭到了当局的多次打压和镇压 去年11月26日 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们 再次前往河南南洋拉横幅抗议 要求归还自己的存款 随后他们全部被逮捕拘留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政党影响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娱乐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顶报转线 0800-566-688 0800-566-688